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20日 今天星期五 是大年29 明天就是年30萬 大家應該都要收爐了 收拾心情 我們沒有爐可收 因為我們的爐是24小時開著 不過這節 想跟大家說一下 中國最近 很熱的一宗塗飾 醜物 其實中共對於中共來說 塗飾醜聞 是隨時隨地都有 每天都有 到處都有 但是 為什麼 這件事會傳得那麼熱呢 其實本身那個女主角 也算是挺漂亮的 就是大路 他是江蘇省楊州市廣寧區商務局副局長 他 爆出有很多個跟他傳出分外城 包括楊州市的副市長張禮圖 淮安市副市長偉豐 而且 網絡最近傳出消息 就說大陸就派了24個人出來 恐怕會牽連出更加多楊州官場的醜物 其實這些 不是醜物 這些 是常識 我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大陸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都不可能未必知道 因為有跟開大陸的東西才知道大陸是甚麼人 江蘇省楊州市 廣寧區商務局副局長大陸 是一個女人來的 今個月初被爆出 跟該市的副市長張禮圖發生 婚外情 兩個人在 一個雕空的身房之中偷情 整個畫面 被大陸的老公 裝了針孔攝影機拍攝 而大陸的老公 也拿著這個畫面向官方檢舉 楊州市委和市政府對這件事高度重視 紀檢監察機構 聯合相關部門成立了專項調查組深入調查 13日發布的通報 就說大陸 跟淮安市政府副市長偉豐有婚外情 存在生活作風問題 建議免職 令到網友大氣一擊 為甚麼男主角竟然不是揚州市的副市長張禮圖 而是隔壁市的副市長呢 這個叫做偉豐是不是做替死鬼呢 網絡 的消息傳出來 偉豐和大陸已經被帶走調查 而偉豐被免除淮安市副市長的職務 大陸還在調查 今天有人就說這個副局長被帶走了 淮安市副市長也被帶走了 而官場 就很嚴重 原來大陸 是爆了24個人名單出來 好了 現在 人們說 大陸供出24人 不知道的是24人是不是全部都是男性官員 是不是都有 出入過大陸的分房 這個消息 未得到官方證實 網友就發現大陸的這個新婚的房屋 準備出售 而且 當地的地產經紀還透露房間裏面的裝修 用了原質原味來形容 被人偷拍到的這個主人房也被公開 場上仍然掛著大幅的結婚笑 網友認為 這個分房的出售就意味著大陸兩夫婦已經準備好離婚 分手續 我也是看過的 208萬 兩房 好了 其實呢 本身 這些桃色新聞我就不是很想報的 但是中共的桃色新聞 其實就是一件歷史 因為 因為 這些 這些 共妻 換妻 或者搶奪人家的老婆 或者結過很多次婚 或者專門去搞一些當女性是一種工具 發洩的東西 其實 中共是傳統 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中共本身就是一群土匪 他們首先 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根據地 在敏北 福建的北部 在江西 江西北部就是福建 他們 建立了一個根據地 敏西也曾經短暫建立根據地 他們當時在這個地方 也是殺人放火 完全是一群土匪來的 他們打著馬列主義為名的土匪 所賭之處 當然是強姦 打劫 當然是殺人的 到了延安 其實就發揮到極致 因為 在江西 就吸引不了一些 女青年去的 吸引不了一些女學生 即是那些對中國滿為希望的大學生 尤其是女大學生 你不會聽到有人去瑞甘 去江西 那個地方出了名土匪斗 好了 延安就不同 中共 在延安 周圍宣傳 說到他是一個有理想 要爭取民主 爭取美色的 這個民主的 一個政黨 要反對蔣介石的獨裁 說到天翻龍鳳 騙了很多 對中國很熱血的女學生 全部都是女大學生 例如在北京的 在天津的 在上海的 在 廣州的每個地方都有大量的 有志青年男女投奔延安 所以他們就有大量的女人選擇 這群老粗本身全都是土匪 平時 除了去打劫 強姦梁家婦女之外 也沒甚麼機會接觸了那麼多女人 突然間有那麼大量的青年去到 那麼他們 一個人霸幾個 有些人就看中這個 又吃隔壁那個 那些人 就想著 這些是革命英雄 這些是戰鬥英雄 當時 延安有幾大美女 全部都是被中共的 土匪頭霸佔了 例如 蒲安收 彭德懷霸了做老婆 當時的延安四大美女 其實當時延安不止四大美女 他們 最終 綜合有超過10個 選了10個美女 最漂亮的那個叫蘇菲 最後選了一個鬼佬 馬海德 這個其實是一個美國人來的 這個就不說了 這個相對 他沒有那麼悲慘 其他被那些 土匪捉了去 或者被那些 土匪看中 那些就沒有那麼幸運 另外一個叫曾憲直 這個也是十大美女之一 如果那些人排 他們也能排進去四大 那麼他就是葉劍英的老婆 就是被葉劍英的土匪搶走 然後 被譽為延安第一美人 吳光偉 其實是當時一個 是 美國的女作家 來到延安訪問 當時就當她秘書兼翻譯 因為 他叫吳光偉 名字也叫吳麗麗 當時被稱為 延安第一美人 結果 當時老母就跟吳光偉搭上了 搞到他當時的老婆還沒被迫瘋 賀子珍衝了下來 兩個人打架 發生了這件事 最後 吳光偉走了 賀子珍 然後就被老母冤枉了 送了精神病院 老母就玩完他之後 又是在上海來的 不過這個 就是 一個 很麻煩的女人 藍萍 即是江青 另一個美人叫孫維世 我想大家也聽過了 她被周恩來收了為契女 這個也是被老母搞了 另一個美女叫劉智蘭 她跟蒲安修也是北施大的好朋友 當時 劉智蘭有很多人追 最後就被中共共匪左拳 追了 左拳 就是中共 可以說是建國之前 唯一一個最高級的將領死亡 所以 共產黨打抗日沒有死到一個上將 中將 甚麼都沒有死過 最高級的就是左拳 左拳是怎麼死呢 是病死的 根本就跟打仗無關 另一個十大美女叫薛明 薛明被土匪頭子何龍霸了做老婆 當然當時的十大美人 美女 還有延安 還包括業群 不過業群是硬來的 因為業群是很醜樣的 因為他嫁給林彪 所以 林彪眼光都一般的 那麼多美女不選了業群 所以這個也是硬來的 其實中共 一直以來 這些 女幹部其實也是很難幹的 即是可以幹的 所有的女幹部其實都是高官的患物 升到上去的 全部都要靠上床 無論你在這個 黨政機關裏面 中央電視台 誰不是要靠上床 拿關係的 個個都要 身體 是他們的唯一條件 所以說中共 其實 是很侮辱女性的 但是沒有辦法不說 因為中共就是一個極端壽視 女性的 一個組織 當年這個尼克遜訪華 他們說 你們美國很重視人權 很重視女權 好 我就送三千萬個女人給你們 那些女人反正是沒有用的 又不能下田 又浪費米飯 你如果有興趣 我送三千萬個女人給你 當時這段文字被周恩來聽到 立即叫那個 筆書記 不可以翻譯出來 不可以告訴這個 不可以告訴這個李克順子 亦都不可以 跟他 對方的秘書 打了招呼 說這些東西不可以登上去 你想想 老毛 基本上其實他不只是女人的 他對任何人 他對中國人都很殘酷 他當時 跟克魯曉夫說 他說 我們要 稱霸世界 首先要解決美國 我們要跟美國打一場合大戰 我現在負責 引美國人進來 所有的美國人進來 然後 叫蘇聯向中國訂核彈 把所有美國人全部在中國慳殺 他說我們中國有六億人口 我們死三億 還有三億 美國只有三億 死三億就沒有了 他當時是這樣說的 這句說話說完出來之後 克魯曉夫也覺得這個是刺善 這個是魔鬼 連克魯曉夫也覺得毛澤東是魔鬼 毛澤東太多這些驗屍了 大家自己有興趣看 我想說這次這個大陸事件 其實 中共每一個女官員 其實跟他的民工團一樣 每一個 尤其是在延安時期也好 在一個 到了他自己竊覺成功之後 所有的女幹部 全部都是要給 上司 潛規則 大陸的潛規則就是上床 你不可以上床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 大陸 到了 三年困難時期的時候 更嚴重 為了一個饅頭 就可以上床 因為女人唯一的本錢 就是身體 當時甚麼都沒有 沒有辦法 在戰亂的時候 他們 選了元帥 選了將軍 選了司令 這個也無可口非 到了亂世的時候 為了一個饅頭 真的可以出賣身體 最近大家也聽過 為了一包口罩 為了一袋米 在上海風空期間 跟大伯交易 真的可以跟他上床 只是為了一袋米 為了家人有飯吃 所以在中國的女人 其實真的很痛苦 那種權利 那種地位很低微 好像成為男人那種附屬品 一種工具 你看 不單止是這樣的 那些文工團 一看就知道 很明顯就是軍技 所有文工團都是軍技 被那些軍官 去玩樂 去挑選 還有一些歌舞團 當時的 老毛在人民大會堂 每晚都要跳舞 然後選選票 當晚就要馬上帶回去 老幹部也在那裡選擇 沒有一個不選擇 當時除了林彪之外 因為林彪 又吸毒了 因為當時 他在馬上被人打了槍 中了槍 去蘇聯伊 要注射孖啡 所以林彪是一個癮君子 性無能 所以生完 林豆豆和林立果之後 他也沒有了生殖能力 也沒有了性慾 所以 每個人去跳舞 就是林彪沒有去跳舞 就是這個意思 這節 我們也簡單一點說 因為如果要講 三個都說不完 講中共的任賤歷史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六部曲 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多點留言 每一個 看完我們的聽眾朋友也留言 把你的意見發表一下 謝謝大家支持 1月28日的網聚 下個星期六而已 不過我們已經滿了額了 多謝大家鼎力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都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